令吴泽天头疼的接班人问题最终是如何水落石出胆 谁又能幸运地成为吴泽天的皇位继承人 请不关注女皇吴泽天系列之忍痛皇位卢陵王 中国古代的皇权都是在一家一性中传递的 这种继承方式让女皇吴泽天大受困扰 吴泽天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改朝换代 建立吴州政权是成功了 却被水可接班的问题困扰了许多年 他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陷入了一个贯权 如果传位给儿子 那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大中王朝 将来势必又重新复辟成礼塘王朝 自己一生奋斗所得的权力复制东流 如果传位给与自己同性的侄子 这又违背了天然的骨肉亲情 立储问题使得从不言外的吴泽天竟然无所适从 他将下岗皇帝李诞称为皇嗣而不是太子 就是这种困扰之下的无奈之举 吴泽天的侄子五成寺嗅出了其中的味道 为了争夺继承人的位置 连出很招 可是每次当他快要成功的时候 总有高人出手接招搭救皇嗣李诞 使李诞化险为夷 勉强保住了皇嗣的位子 几个回合下来 吴泽天已经溅入老境 解决继承人问题已经是破在眉睫了 对五成寺和李诞来讲 这也意味着谷底之争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那么五成寺会想出怎样的办法来打动吴泽天呢 吴泽天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 最终就是如何拍板的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女皇武则天系列之 忍痛环卫 卢屋领王 五成寺呢 非常的着急 他就开始催这个武则天了 经常在武则天身边吹风 说呀 自古天子 未有以异性为伺者 从古到今 没有哪个天子让外姓人当继承人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咱们不是说吗 古代是家天下呀 皇帝姓武啊 他的继承人呢 肯定也应该是武家人 所以呢 这个姓武啊 那就成了五成四最大的优势了 而且呢 是别人还都没有的优势 你李大就没有这个优势啊 那为了增强这个优势啊 五成四呢 也没少忙活 比方说吧 长寿二年 他就牵头搞了一个五千人的请愿 要求武则天加尊号啊 加成金伦圣神皇帝 武则天原来叫圣神皇帝 这时候呢 成了金伦圣神皇帝了 那第二年呢 他又牵头搞请愿 这次是两万六千人 加成了月谷金伦圣神皇帝 这尊号呢 就一点一点往上涨 这是投武则天所好啊 让他看看啊 到底是谁维护你的利益啊 还不得是你娘家侄子吗 那他这么一番折腾 又有姓武的这个优势 武则天的心思啊 就又开始活动了 那咱们根据上级的经验就知道了 每次武则天心里一活动啊 李旦呢 保证得倒霉 那这次李旦是不是又该倒霉了呢 这次啊 李旦没有倒霉 因为呢 这时候的宰相 已经是足智多谋的敌人节了 敌人节就看出武则天的心思来了 他还没等武则天主动找他沟通呢 他就先找武则天去沟通去了 他就跟武则天说呀 陛下你现在的江山 那是高祖太宗皇帝打下来的呀 那高祖太宗皇帝 为什么那么拼命去打江山呢 不就是想给子孙 挣下一份家业吗 那高宗大帝 去世的时候呢 也是亲手把这个江山 托付给了你 想让你传给儿子 可是现在你看看你 你怎么会想传给五成四呢 这你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再说了 姑侄和母子相比 哪个更亲呢 陛下如果你立儿子当继承人的话 那么千秋万代之后呢 儿子会永远的继思你 如果你立侄子当继承人 那可从来没听说过 哪一个侄子会去祭祀姑姑呀 那咱们一看 这跟李昭德说的 是不是同一套话呀 还是这套话 就是三个角度嘛 第一个是继承关系问题 就是继承顺序问题 第二个呢 是这个身后祭祀问题 第三个呢 是亲情关系问题 还是这三个角度 不过不一样的呢 是狄人杰他的身份和李刀德不太一样了 狄人杰当时号称国老啊 是武则天最信任的大臣 而且呢 狄人杰岁数比较大 和武则天的年龄差距不大 因此呢 狄人杰跟武则天说这套话 那就有点像一个老头 跟一个老太太拉家堂那样 显得比较亲切 容易让武则天接受 可是啊 尽管狄人杰他有这么一种特殊的身份 武则天呢 还是把他给呛回来了 武则天就说呀 这是我们家的事 你多管什么呀 那狄人杰多聪明啊 他马上又把武则天给顶回去了 他说呀 王者以四海为家 四海之内 什么事不是陛下的家事啊 难道我就都不能管吗 再说了啊 这个军为元首 臣为骨功 你呢 就好比一个人的头 我们大臣呢 就好比一个人的四肢 咱们本是一体之人了 何况我又是大臣里的头 我是宰相 那我更应该跟你上下一体了 我怎么能不管你的事呢 那武则天也是没话可搏呀 心里挺烦的 就说行了行了 你下去吧 这个狄人杰呢 就走了 可是他走了之后 武则天他不能停止思想活动了 他想狄人杰说的是有道理的呀 整天呢 就为这事苦恼 一直在想 翻来覆去的想 立子立直立子立直 翻过来掉过去的想 五成寺通过向武则天大献殷勤 打动了年迈的孤 可是老臣敌人杰一番愚重心肠的话 也引起了武则天深深的思索 心里偏平 又偏向了儿子 此时 已经处于晚年的武则天 不得不该考虑自己的身后荣辱了 这时候 敌人杰的话 正说到了他的心口上 也就是说 只有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接班人 才可以永保自己的供奉 自己的子孙 才能永远成绩自己的誓言 不久之后 武则天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个梦又给犹豫不决的武则天 以怎样的启示呢 那咱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 有一天呢 晚上他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一只大鹦鹉 色彩斑斓 长得是丰满秀丽 可惜呢 就是两个翅膀都折了 想要飞啊 怎么也飞不起来 武则天呢 一下子就吓醒了 吓醒了一看呢 也快到上朝的时间了 心里就想啊 哎 这事啊 就问问国老吧 国老就是敌人杰嘛 问敌人杰吧 他聪明 什么都能知道 解梦呢 那肯定也是行家 第二天上朝啊 他就跟这个敌人杰说了 说国老啊 你给我解一解这个梦吧 敌人杰说 陛下您姓武啊 所以呢 这个鹦鹉啊 那就是陛下您本人的化身啊 那两个翅膀折了 是怎么回事呢 说陛下您有两个爱子 但是这两个爱子 现在呢 都不得自由 不能发挥作用 所以呢 这就是鹦鹉的两个翅膀折了 那么如果您一旦起用两个爱子的话 这就好比鹦鹉的翅膀又长好了 您就又可以展翅高飞了 这个梦呢 解释的是合情合理啊 武则天也是比较迷信的一个人啊 一听见敌人杰这么解梦 他的心思呢 就非常的活动 那咱们听到这儿可能有些人呢 就有这个疑问了 说敌人杰那不是武则天最宠爱的 最信任的大臣吗 他应该忠实于武则天呢 应该忠实于武州王朝啊 他怎么一个劲的穿夺武则天去立儿子呢 那立儿子以后不就恢复李唐王朝了吗 他到底忠实于谁啊 这里头有没有矛盾呢 其实呢 这里头是不矛盾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连武则天本人都承认 这武州啊 是从李唐那儿继承来的 是从唐高祖太宗高宗传到他武则天手里的 因此呢 从当时人的观点看来啊 武则天就好比一个男性家长死后啊 代行家长职权的这么一个寡妇 虽然他改唐为周了 可是呢 敌人杰他们还这么看待他 因为把他看成了一个啊 代行家长职权 替儿子看守家业的这么一个寡妇了 所以他们忠心的拥戴他 帮着他把这个家管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们忠实于武则天啊 也拥戴他当皇帝 这就是行使家长权利吗 但是呢 既然你是拜行家长职权 是替儿子看守家业 那么这个家业是不是还应该回到儿子手里啊 还应该回到儿子手里 那就是还要恢复李唐王朝啊 所以忠实于武则天和恢复李唐王朝 他本身是不矛盾的啊 当时不仅敌人杰是这样想 好多大臣都这么想啊 所以呢 他们都在穿夺武则天啊 立儿子 武则天的心呢 也在活动之中 可是啊 虽然武则天的心已经活动了 但是让他接受这武州政权就一代而亡 这个事实呢 还是太残酷了 他感情上还是转不过弯来 打不开这个心结 那在这种情况下呀 敌人杰他们的推动 确实呢 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是还不足以让武则天下定决心 让儿子继承 那这时候呢 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外力呀 出来了 把这个事情呢 又往前推了一步 什么外力呢 当时啊 在啊 东北部地区 听起了一个少数民族 叫做契丹 契丹呢 本来是臣服于唐朝的 唐朝被武则天啊 取代之后 又臣服于武州 臣服了一阵子之后呢 他们逐渐强大了 逐渐强大 就想摆脱啊 中央王朝的影响 想要造反 那想要造反 需要一个理由啊 他们就以这个 李唐的两个皇帝 也就是这李哲和李诞 被废为借口啊 攻打武州的幽州 就咱们今天这一片地方 打这来了 那打的时候呢 还发布习文 这习文上就写呀 何不归我奴陵王 什么意思呢 奴陵王 那就是被废掉的那个李哲呀 说怎么还不把他还给我们呢 这个口号 他对于契丹来说呀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因为当时的少数民族 其实还顾不上 说中央哪个人当皇帝 这还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但他把这个事提出来了呢 武则天心里受到震撼了 他想啊 我啊 大洲王朝取代李唐王朝 已经这么久了 怎么老百姓 还忘不了李唐王朝呢 连边疆的老百姓 都还忘不了李唐王朝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民心所向啊 所以他的思想啊 又活动了 虽然武则天明白 无论是朝中大臣 还是平头百姓 支持李家子孙 做皇位继承人的 都占大多数 但是 想到一旦传位给儿子 就意味着自己辛苦建立的 大洲王朝 一代而亡 武则天还是难以接受 在民心和私心之前 武则天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又是谁帮助他 下定最后的决心的呢 在接班人的选择上 他们又帮武则天 献上了怎样的奇招呢 在这种情况下呀 又有人 最后使了一把劲 终于把这个问题啊 彻底的解决了 谁使了最后这一把劲呢 就是武则天的两个男宠 两个面手 张一芝和张昌宗兄弟 这张昌宗呢 是弟弟 那本来是武则天的小女儿 太平公主 孝敬给妈妈的一个小玩意儿 张昌宗长得很漂亮啊 到了武则天面前 他就跟武则天说了 我哥哥张一芝比我还漂亮 那武则天就一块笑他吧 都收进宫来了 这兄弟俩长得确实是花容月貌啊 当时人说就像两朵出水芙蓉一样 说他们的脸长得像荷花一样漂亮 那武则天当时也是七十多岁了 看他们是什么心情啊 我觉得呀 那既像是老奶奶哄孙子 又像是小女孩玩那洋娃娃 反正是一种很复杂 很暧昧的一种心态 但是不管多复杂多暧昧吧 让他们整天陪伴在自己身边 给他们穿上熏香的衣服啊 涂脂抹粉 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放在宫里头玩 那这两个小男宠呢 他们因为有武则天的宠爱 所以马上就身价百倍啊 当时好多大臣都巴结他们 比方说五成四 五三四这样的人 那是武则天的娘家侄子呀 那是大人物了 宰相 可是呢 都给他们牵马呀 拉将生啊 做那种奴才才会做的事 那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 可是呢 这张义之张昌宗兄弟呀 他也不是傻子 他也明白 人们为什么巴结他们呀 不过就是因为武则天的面子呀 可是武则天已经老了 风竹残年 还能够照着他们多久啊 等武则天一死 那人们会怎么对待他们呀 他们想想呢 觉得挺害怕的 就想找高人去 指点指点 今后的路怎么走 那就在这两个小孩 寻找高人的时候啊 高人呢 主动来找他们来了 这高人是谁呢 就是咱们说过的 急需 前面讲过最后扳倒 莱俊臣的那个家伙 这急需呢 本来也是酷吏起家 但是他文化程度比较高 啊 这个早早的看清了形势 早早的转行了 所以莱俊臣死了之后呢 他没有受到什么牵连 反而成了武则天的一个心腹了 不仅跟武则天好 跟武则天这两个男宠啊 关系也不错 急需是个明白人 他看清形势了 觉得在当时啊 李唐王朝复辟 那已经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缺了 只不过呢 武则天还打不开这个心结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谁在武则天 这个心灵天平上 再加一个砝码的话 那这个天平会立刻 完全倾斜到啊 李唐这边来 那如果谁加了这个砝码 是不是谁就会立下大功啊 他想着立功 可是呢 虽然这么想 他掂量掂量自己啊 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成为那个最后的砝码 还说不上话去 那谁够资格呢 他想来想去啊 就想到了这二张兄弟 觉得他们是武则天面前 最得宠的人 由他们跟武则天吹吹风 那说话是非常起作用的 因此啊 有一天呢 急需就主动来找这个 张义之张昌宗兄弟了 三个人一块吃饭 久过三巡之后啊 急需就说话了啊 说你们兄弟现在啊 这么享受荣华富贵 这么得宠 可是呢 你们现在所得到的一切啊 并不是凭你们自己的功劳得来的 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品德 那你们又没有什么品德 又没有什么功劳 又这么得宠 天下人肯定是嫉妒你们啊 按照急需的说法 那叫做 侧目切齿 多矣 拿眼睛斜着看你们 咬牙切齿 恨不得吃了你 说如果你们这个时候不立下大功的话 以后怎么保全自己啊 急需跟他们俩说呀 我每次一想到这件事就替你们哥俩发愁 那咱们刚才说了 张义之兄弟也正在琢磨这件事呢 等于说到心坎上去了 马上就跟急需说话了 说急大哥呀 你说的真好 我们也想到了 那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我们怎么样才能保全自己呢 急需就说了 说现在天下的老百姓啊 并没有忘记唐朝 都想呢 恢复庐陵王的地位 说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窜夺啊 咱们的主上 让他重立卢陵王的话 你们就等于说 建下奇功了 那你们建下这样的大功 就不仅能够免货 还能够永保富贵啊 那咱们想一想 急需他是什么意思 他这意思和敌人节可不完全一样了 固然他也是让二张兄弟去劝说武则天 别立你的娘家侄子 立李家的这个两个后裔 但是啊 他直接说出来了 不应该立李旦 应该立这个庐陵王李哲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是给二张出主意 让他们立下齐功啊 那如果你说 让武则天去立那个李旦做太子 叫不叫立下齐功呢 他不叫 李旦本身就是皇嗣 皇嗣和太子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 往上走一步就是太子了 有点顺理成章的意思 但是卢陵王呢 自从被从皇位上赶下来之后呢 就赶走了 赶出洛阳了 如果你让他一步登天 从一个贬到外地的藩王 直接成为太子的话 那才叫立下齐功啊 所以急需呢 这里头充满了私心 但是充满了私心 他也是一个很有用的计策呀 二章呢 马上就接受了 张义之兄弟听了之后呢 是连连点头 当天呢 就把这枕头风给吹过去了 跟武则天说 陛下呀 以我们二人的余见呢 您不如把卢陵王召回来 立他当太子 这话刚一说完呢 武则天都吓一跳 说我养的羊娃娃都会说话了 而且呢 说的还是这么大的事 这简直是四面楚歌啊 你看这个 不仅这个大臣说了 连娃娃都说 可是转念一想呢 武则天觉得不对呀 他们哪有这脑子呀 有这脑子也不给人当玩具娃娃了 所以就问他 说张义之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 这主意谁给你出的 张义之就说了 急需给我出的 那武则天呢 就把这急需找来了 那急需见到武则天 还是帮他分析利弊得失啊 那其实呢 当时武则天已经考虑很久了 这个思路呢 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了 现在呢 这么多他身边啊 信任宠爱的人 再这么一推动 武则天呢 就决定顺水推舟了 那顺水推舟 第一件事不就是把 贬到房州的卢陵王给招回来吗 所以呢 就在胜利元年 也就是698年的3月啊 武则天就假托 说卢陵王得病了 就把他一家人接回洛阳来 整个形成是高度的保密 连敌人节都没告诉 当卢陵王李哲一家 回到洛阳之后呢 有一天武则天就召见敌人节 跟他主动说起了 卢陵王这个事情 那敌人节又是一番慷慨陈词啊 说咱们一定得接回卢陵王啊 武则天就笑了 说既然你这么想念卢陵王 我就把他还给你吧 然后就指着一个帘子啊 说你看那是谁 这时候呢 帘子拉开了 敌人节一看 一个小老头站在那 再仔细一看 这可不就是当年那个 心浮气躁的年轻皇帝吗 经过这么十多年的流放啊 已经变成那副样子了 敌人节啊 就忍不住老泪纵横 跪倒在地上 那这样一来呢 也就等于啊 天下人都知道 卢陵王回到洛阳了 那这时候呢 五成四就明白了 自己啊 是万万没有希望 你想他折腾了那么多年 就想当太子 到这时候 一下子化为泡影 谁能接受得了啊 五成四呢 就一并不起 死了 召回卢陵王 意味着武则天最终决定 把政权归还给李唐王朝 这也同时宣告了 五成四在夺敌斗争中的最终失败 武则天放弃武家子职 做自己的继承人 除了亲情关系 和民心所向这些因素之外 其实也是无可奈何之主 因为武家子职们 都是提不起的恶斗 他们根本没有做太子的素质 有些人甚至还胆小为所 留下了历史的笑柄 你想咱们说的武则天在武家那边啊 第一继承人是五成四 第二继承人是五三四 这两个人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 基本上没多少能耐 除了会给武则天拍马屁之外呢 没见他们干什么正经事 两个人都当过宰相 但是当不多久呢 都得被罢免 为什么呀 没有行政能力 那这两个人还算好的呢 武则天的其他侄子呀 就更不行了 举一个例子 武则天呢 有一个唐侄 名字叫做武义宗 这武义宗呢 长得是身材矮小 面容猥琐 长得不好看也就罢了 他最要命的呢 是胆小如鼠 怎么个胆小如鼠法呢 咱们刚才不是讲到 弃丹尽贩吗 武则天呢 就让他这个侄子武义宗啊 带领十万大军 讨伐契丹 当时契丹那边只有几千人 那咱们一看军事力量对比 武则那边绝对强 那边绝对弱 按道理讲呢 他应该干得很不错 可是啊 这武义宗在离前线 还有七百里 还相当远的时候 听说呢 契丹有好几千骑兵 就要过来了 他吓得呀 是丢盔契甲 落荒而逃 直接就就就就往回跑 往洛阳这跑 那从唐朝建立啊 包括武洲建立以来 没打过这么丢人的仗啊 所以当时的那些才子啊 就都嘲笑他 当着武则天的面 嘲笑他 写诗啊 这诗是正寫的 长宫短度箭 数码零高骗 去贼七百里 威强独自战 忽然逢着贼 骑诸向南窜 什么意思呢 长宫短度箭 说武大将军啊 拉的是一把长宫 但是呢 箭没射出多远 就掉地下了 这叫长宫短度箭 数码零高骗 数码呢 是属地的马 四川的马 四川的马呀 有一个特征 就是长得矮小 可是武大将军呢 长得更矮呀 即使上这小数码 他都上不去 还得蹬着高 才能上去 数码零高骗 去贼七百里 威强独自战 什么意思呢 再离开敌人 还有七百里的时候啊 武大将军呢 就开始绕着墙 自己跟自己打仗玩了 做出一副 打仗的样子 最后呢 忽然 缝着贼 骑诸向南窜 忽然 就要跟敌人交战了 武大将军吓坏了 赶紧骑着诸啊 往南逃 这诗呢 是在武则天跟前面的 武则天也是个聪明人呢 可是没听懂 就问这诗人了 说我侄子是骑着马去的呀 你怎么说他骑着猪呢 这个诗人就给他解释了 说陛下呀 你知道不知道猪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屎呢 马牛羊鸡全屎 这是六畜 所以那猪啊 又叫屎 这诗人说了 这个屎啊 和那个屎尿的屎 那是同音字 说武大将军一听说 敌人来了 吓得呢 屎尿都出来了 所以呢 就是骑着屎往南走啊 那不就是骑诸向南窜吗 武则天听了 他没面子 你说武家的人 怎么这么个个不成器呢 特别的没意思 这说明他胆小如鼠 胆小如鼠也罢了 这武艺宗啊 还有一个毛病 心如蛇蝎 你看让他去打契丹 他打不了 那打不了怎么办呢 让他去安抚一下河北的老百姓吧 这个地方呢 在契丹蹂躏之后啊 残破不堪 派他去安抚百姓 武艺宗去了 到那儿啊 当时有好多河北 河北老百姓 本来是被这个契丹裹挟走了 现在呢 又逃回家园 武艺宗啊 说这些人都是反贼 都跟着敌人一块造反来着 所以呢 必须都把他杀死 那怎么杀法呢 他把这个人呢 叫做生取其胆 活着的人 就把这个胆给割下来 然后再砍头 那惨叫声势 不绝于耳啊 血流成河 河北的老百姓 都恨透了这武艺宗啊 说他呀 比那契丹人 也强不到哪儿去 都是强盗 那你想 就是这样的武家子弟 就算武则天 把江山传给他们 他们守得住 武士子弟 整体不成绩 根本无人承担太统的重担 武城寺算是武家 比较接触的代表人物了 但人品也实在是不散一样 连武则天也瞧不起他 笑话他善阿瑜乃坚利 再加上李唐的民心所向 朝野的舆论压力 最终武则天下定决心 不传位给武家子弟 而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那么武则天现存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黄色李诞 另一个是被点为 庐陵王的离血 那么他又该立哪个儿子为太子呢 这背后又隐藏着 怎样的玄机呢 俩儿子呀 让哪个做继承人呢 这两个各有优势啊 你看啊 李哲那是哥哥 大一点 那李诞呢 虽然是弟弟 可是他当皇帝 和当皇宿的时间都比较长啊 他资格比较老 而且呢 现在处于皇寺这个位置上 离太子一步之遥 这是他的优势 两男选择 受心受背 怎么办呢 就在武则天为难的时候啊 这李诞呢 主动让田了 皇寺李诞 反复给武则天上书 而且绝食 坚决要求啊 母亲呢 立哥哥当太子 那武则天经过反复权衡立弊 啊 就做出了决定 重新立这个庐陵王李哲 当太子 而且呢 还给他恢复了他出生时候的名字 他出生时候叫什么呀 叫李显 让他重新叫李显了 这时候呢 是胜利元年九月 李他到以庐陵王的身份 回到洛阳 已经是半年之旧了 那咱们说武则天放弃这李诞 改立李显 是不是就因为李显是哥哥 李诞又在那拼命推让啊 其实没这么简单 武则天首先是一个政治家 考虑他的一言一行 都要首先考虑其政治意义 那咱们说武则天 他立李显而不是李诞 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我觉得有三条意义 第一条 李显在朝廷之中势力小 你想啊 李显是从文明元年 就被拉下皇位 然后呢 就被贬往地方了 他已经差不多15年 没在洛阳待过了 那大臣换了一查又一查呀 所以朝廷里头 他基本上谁也不认识 当然呢 大臣们也都不认识他 所以让他当太子 那就整个一个光杆司令 那李诞呢 李诞可就不一样了 李诞这么多年 一直追随武则天 待在政治中心洛阳 那是想要恢复李唐王朝的大臣 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老有大臣拿着李诞说事 所以呢 李诞有好大的隐姓势力 那你想武则天是一个一生追求权力的人 那是立一个没有势力的人当太子 对他更有利呢 还是立一个有势力的人当太子 对他有利 他当然要选择没有势力的人 这是他立李显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呀 是李显和他们武家人没仇 李显他被贬为庐陵王 那是武则天做出的决定 跟武家子弟没关系 贬为庐陵王 贬往房州之后呢 他又一直待在房州这个地方 跟洛阳缺乏联系 跟武家的人呢 没有正面的冲突 那李诞就不一样了 李诞的位子摇摇欲坠 不是一直是武家的子弟 特别是五成四在害他吗 所以李诞在五成四的手下 被折腾的九死一生啊 他能不恨武家人吗 所以如果他当皇帝 那对武家子弟更加不利 如果呢 让李显以后当皇帝 反而这个矛盾容易调和一些 那武则天虽然决定 现在把这个皇帝的位子 传给儿子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 他不惦记娘家人呢 他还是希望啊 武家在以后的时代里 也继续拥有自己的势力 所以这样一来呢 还是比李显好一点 第二个理由 那第三个理由呢 是立李显呢 这李显更容易对武则天感恩戴德 你想李诞他本身是皇嗣 皇嗣距离太子一步之遥 那如果把他从皇嗣提升为太子 那叫做顺理成章 那李显就不一样了 李显呢 早就被贬到房州去了 在地方待着 待遇一直很差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有哪一天可以东山再起 所以这时候你直接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提拔为皇太子 那对他叫做一步登天 那一步登天的人不是更容易感激这个提拔自己的人了 所以在这点上武则天和这吉须和这张一之张昌宗兄弟一样是有私心的 因为有这么三个理由 所以啊武则天最终放弃了皇嗣李诞 盖吏李显为皇太子 武则天呐在九世元年的十月就宣布恢复李唐王朝所使用的下吏 不再使用大周王朝使用了这么多年的周吏了 那在中国古代呢改立法是一件大事 这件事啊就标志着武则天呢 确确实实从心里要放弃自己的大周王朝了 至于呢具体什么时候恢复李唐 那就看武则天能活到多大岁数 所以这件事一做出来之后呢 天下人的心里啊都很肯定啊 板一样啊说现在已经是局势啊 确定下来了 哪一天女皇寿终正寝 哪一天李唐王朝就可以恢复了 这叫做和平接班 那么已经无事一身轻的女皇 又会怎样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呢 请看下集